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爱的彰显 是爱的一种形式 在一份感情里 爱一个人有多深 那分思念就会有多强烈与浓烈 女人都是敏感多疑的 总会患得患失 感情中的女人最担心的就是男人的变心 尤其是当男人不在身边的时候 就更担心男人的变心 总是担心男人不想念自己 而一点一点把自己淡化与忘记 其实 当两个人身处异地 而渴望得到男人疯狂的想念 就要不断地给感情升温 让男人的心始终在你那里 对你的情不解 对你的意不别 那么 女人就要通过语言的方式 不断输送自己的情感 来刺激男人的情感 激发男人的爱意 而不是让感情顺其自然 自生自灭 在两心关系中 想让男人疯狂想念你 就要让男人保持对你的感觉 那么学会这三句话就可以了 一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行的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年轻的女士说 我的丈夫总是不听我的 我让她帮忙收拾房间 打扫卫生 她总是以各种借口来逃避 这位女士接着说 而对于自己经常开的车 却打扫得非常干净 真是搞不明白 情感专家听过之后 给了她建议 你可以换一种方法 当你的丈夫在刷车的时候 你可以用肯定的语言 表达下你的看法 比如 你说 亲爱的 把车子打扫得非常干净 或者你的丈夫 在做完某些事情之后 你都可以用肯定的语言 来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她歇了一会儿 接着说道 三周以后 你看看结果如何 前提是这期间 你不能再对你的丈夫 有任何的抱怨之词 这位女士接受了 情感专家的建议 回去之后 按照专家的建议 每次在丈夫 做完家里的事情之后 都对丈夫进行 肯定的语言夸奖 三周后 情感专家接到了 这位女士的电话 说得非常有效 丈夫现在更喜欢做家务 也更爱她了 在一些小事上 男人需要你的鼓励 那么在大事上 就更需要鼓励了 其实 外表再彪悍的男人 都有一颗脆弱的心 男人也会有迷茫的时候 无助的时候 绝望的时候 这些时候 是男人最为脆弱的时候 是女人走进男人心里 驻扎在男人心里的最好时刻 最佳机会 男人需要的 不是否定于冷嘲热讽 而是一份肯定于鼓励 女人鼓励的话语 就会如春风般 抚慰男人的心灵 给男人带去安慰与温暖 想让男人疯狂想念你 就要彻彻底底地走进男人心里 在男人的心里深根发芽 不妨学会肯定男人 鼓励男人 当男人遇到挫折与坎坷的时候 给予最大的理解与体谅 给予最大的肯定与鼓励 女人这般温柔的言语 就如同雪中送炭 能重新点燃男人的激情与热血 男人当然会深爱一个 懂得自己 理解自己 又肯时刻站在自己身后的女人 愿意守护在她的身边 不在身边 就会疯狂地想念 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 疫情之间相处 赞美和批评的比例 要在五比一 才能更好地维系感情 说一句批评的话 就要用五句赞美的话底笑 而无数离婚的夫妻 他们之间的比例 却是相反的 学会夸奖对方 感情才会幸福 二 不管怎么 我都只爱你一个人 所有的思念 都来自一份稳定的感情 是心与心的靠近 情与情交融的结果 想让男人疯狂想念你 就要让你们的爱坚不可摧 让男人对爱有信心 你要让他明白 你就是他的爱人 是心里只装他一人 只爱他一人的伴侣 当男人明白了你的情 你的意 懂得了这份情的可归于稳定 自然只把心放在你的身上 而想你 念你 渴望与你彼此相伴 这份稳定的爱 需要的是安全感 可以让男人死心塌地的安全感 这份安全感 是你对情的专情 对男人的专一性 哪怕身处异地 面对诸多的诱惑 也依然情义不变 不回一情别列 那么 在这份稳定的爱力 男人自然情不自禁地想念你 对你日思夜想 朝思暮想 日夜盼望于你朝夕不分离 三 我答应你 这辈子不会离开你 爱错了人 付出得越多 越执着 往往被伤得越痛 所以 在对一份感情 没有把握的时候 都会有所保留 不敢倾到全部的情感 当男人无法确定你的心意 那么男人也会爱得小心翼翼 生怕你随时抽身离开 留下独自伤痛的他 想让男人疯狂想念你 就必须让他放心 大胆地去爱你 不留余力地去爱你 那么 就需要一份允诺 告诉他 宁愿此生和他相爱下去 这辈子绝不会弃他而去 面对如此深情的女人 男人自然愿意情绿一副 不留余地地去爱 在这份天长地久的情里 情与情是交融在一起的 自然一日不见 就会如隔三秋 有了你的允诺 男人自然一心一意地爱你 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就会疯狂地想念你 只有情意够深 爱意够浓 不在身边的时候 才会自身无限地想念 你对男人的爱与执着 就是男人爱你 疯狂想你的敌气语言权 既然彼此深爱 就不要抑制内心的情感 不要吝啬自己的言语 而是要多表达 那是传情达意的最好方式 只有多表达 感情才会越来越深 爱意才会越来越浓 不在身边的时候 才会更加疯狂地思念对方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